所以當它我們有抬心物殘留在上面的時候 我們就會建議用我們的潔伏液 有液狀的跟泡沫式的 那我們去根據我們長輩的抬心物狀況來選擇 那比較不黏稠的 我們就用潔伏液來做使用 那我們就是在我們抬心物的地方 讓它噴上一些潔伏液 然後我們等待一些時間 讓它可以稍微去溶解一下我們的排泄物之後 我們就用我們的濕紙巾或潔伏液 盡量用重性的 不要還有一些香菌之類的一些清潔用品這樣子 那我們用氣拍的方式 我們一般在家裡都會用摩擦的 這樣子不好 然後甚至有的照顧者他會直接用尿露 然後直接來做擦拭 這個都很容易造成我們長輩皮膚的受損這樣子 所以當我們就是清潔用上去之後 我們的濕紙巾就是要用這樣子清開的方式 把那個排泄物把它拍下來 不要用這樣摩擦 這樣子皮膚就會破損這樣子 然後要注意作折的地方 也是要這樣子清開的方式 將我們的排泄物清潔乾淨 那之後當我們清潔乾淨之後 我們皮膚上面會濕濕的 那當我們皮膚上面濕濕的時候 我們要幫他擦乾 以免我們是如果尿布包上 或是沒有乾燥的情況之下 我們長輩的皮膚狀況就是會在受到激昏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清潔步驟裡面 有一個就是拍乾的部分 我們就是用按壓的方式 教我們的長輩皮膚幫他弄乾 那弄乾之後呢 我們最後一道就是要幫他塗上一些 保護皮膚的一些產品 因為我們的長輩皮膚是比較薄的 而且比較偏乾燥 然後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皮膚比較容易受損 那我們的皮膚的一些保護霜 他是比較就是可以形成一個保護膜 比較有油脂 那也可以減少我們的排泄物下來的時候 直接清洗到我們的皮膚 那我們就是我們的 有兩種一種是無痛性保護膜 他就可以直接噴在我們長輩的屠布的地方 他會形成一個保護膜 然後讓他自然乾燥 當下一次如果有在排泄的時候 他就會形成一個保護 我們的排泄物 會直接就是進行到我們的皮膚 那在使用的時候 就是要注意就是在 除了在屠布的地方 然後還在我們護膜的兩側 就是我們排泄物會接觸到的地方 都要就是有這些 保護產品的這個的覆蓋這樣子 那另外有一種就是比較 比較普遍的 就是我們小朋友小baby 也是很常在用的皮膚保護霜這樣子 那這個塗抹方式就是像跟我們 擦保藥不一樣 你不能整個就是塗上去 然後厚厚的一層 不行這樣子的話就是會變成 會變成不透氣 所以當在使用的時候 可以把它擠在我們的手上 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用點狀的方式這樣點上去 然後之後慢慢的推開 慢慢的推開就是在屠布的地方 兩邊然後屠勾的地方 跟我們的護骨勾的地方 就是把它推開 就是推到沒有白色的顏色這樣子 那它自然就可以新增一層保護膜這樣子 那我們上完我們的保護霜之後 最後就是要通風 那通風我們的長輩 它如果平常是臥床的 比較沒有在就是起來走動的 那我們就可以把尿布打拆 或是使用看護墊就可以這樣子 然後保護是通風 那不然我們就是尿布穿著 那如果天氣又悶熱 我們雖然說沒有排泄 但是它就會產生就是流汗 那也是會造成我們皮膚進入的問題 所以長輩他如果沒有起來走動 或有忙的話 建議把尿布打開或使用看護墊就好 那為了隱私性 那我們長輩在蓋免費的時候 就是可以用橫空的方式 如果有床欄就是垮在床欄上面 那如果長輩是衣食清醒的 會走動的 那他必須要包覆尿布的 那我們的材質就是必須要 盡量選擇負之負的 就是可以透氣的這樣子 才不會悶住這樣 那我們在清晰性平均的照顧上 對長輩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照顧好 除了會造成疼痛以外 還有感染的問題 那另外一方面長期過床的病人 就很容易造成壓傷 入瘡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是會造成後面的很大的病人 感染會導致住院啊 一些血清感的狀況 那後續的醫療程度也是對家屬來講 也是非常的負擔 非常的重這樣子 好 我們謝謝我們加入地方的 好 我們謝謝我們加入地方的